大家好,我是老莫子 很久没有跟大家见面了 真是非常怀念跟大家一起分享 关于装修进度的时光 那今天我们正式官选 老莫子又回来了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 我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更多 关于买房装修投资等等内容 那在一年前的感恩节 我们租了大卡车 划周十几个小时搬家 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从装车到搬家的全过程 一个single family house 到底能装多少东西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我们的大卡车已经回家了 这是U号最大的卡车 是26伏特长 前面是它的驾驶楼 踩着这楼梯才能上去 然后这里面是可以坐三个人 然后就是一盘座 让我来看一看后面有多大吧 究竟 这里面是空间的 哇 跑到这里头展示一下这老大了 哎哟天 哇坐了 这我还是很有信心 我们能搬一下 我觉得车租大了 那这肯定有信心 一次能搬走 原来 好的 我们还租了小推车和包家具的 那种包的店子去 好的 那我们搬家就是继续进行了 顺利愉快的继续进行 明天就开始是正式装车的一天了 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点点需要搬 您的收尾的工作 我们继续进行 白鱼 做几横 鱼 做几横 宇宇的两个 不安 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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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顾搬家公司自己动手搬家 真的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 即使你可以雇人帮你装车卸车 但是你还是要提前自己pack好 提前计划 你要雇多少人 雇几个小时 东西能不能装得下 租多大车等等 所以如果你的东西非常多 这还是一项非常有挑战的任务 但是好处是 我们自己开车 就把价钱从搬家公司汇收的6000家 直接降到2500 力胜3500 更重要的是 也可以保证你自己跟你的东西一直在一起 不会有东西被送丢 或者送晚这些耽误事的情况 现在是一个big day happening 我们的搬家人来了 现在开始装东西了 看看这个盛况 Wow That's cool 这次搬家我们花的觉得最值得的钱 就是今天早上在余浩订了两个帮我们搬家的人 然后三个小时帮我们搬家里 基本上大部分所有的东西都放到大卡车上了 现在过去了40分钟 已经是四分之一车了 我偷偷进到车里看一看 我们看很满 里边都是满满当当 还有的乐高 OK让他们干活帮我们走了 现在是周三下午4点47 经过了我们今天一天的装车 其实我们没咋装 主要是雇的人 我们装车 然后现在这个大卡车已经满了 再剩下一些东西要装到小吹泪上 所以明天这个大卡车就要拖着小吹泪 然后我开着我们家皮卡 就可以搬家了 现在在这个大卡车合上之前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盛空 如果大家还记得空车的时候 它有多空 它现在就还非常的满 然后这边其实还有一些空间 但是顶上我们还会再放几个箱子 这边还有一小块空间 我们就是给家里的植物放一下 这些是车库的杂物 这些就会一会儿上我们的租的小拖车 现在也能看到大卡车也都是满的状态的 他们工作效率非常的高 非常的快 然后帮我们自己省了很多精力 然后省了很多时间 我们自己弄的话 肯定不会像他们弄的那么快那么好 所以感觉这个钱花的非常值 然后剩下最后我们就会做一做收尾工作 把家里还剩的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装好 然后最后把家清洁一下 我们就要搬家了 现在是周四了 今天是感恩节 我们的感恩节当天搬家 今天上午又经历了一大上午的收拾 现在我们所有的东西终于终于终于 最终终于都已经上车了 我们是一个大卡车拖一个trailer 然后我自己再开一个皮卡 东西真的是很多 但是现在房子已经都被清空了 我们就已经准备好搬家了 那这有可能就是老莫子在这个大家见过的环境里 这个家里头拍的最后一个视频了 我们就要搬家搬走了 让我们下一个房子再见吧 不见不散了 拜拜 那以上就是我们真实的搬家体验 大家的搬家经历是怎么样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 我们讨论 那搬家完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经过我们对新城市一年的考察 我们决定在这个冬天买房子了 所以在接下来的视频里 我们会跟大家分享关于看房买房装修投资 等等更多内容 一定要关注呀